方文林失婚十一年首度坦言当年离婚真相,如今前夫再婚,她深夜痛哭,我终究还是一位失败者。 一人方文林与于关华离婚十一年,日前于关华已和小九岁欧妙再婚,而方文林则享受自己的单身生活,乐当两个宝贝女儿的老娘。 方文林日前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,爱情是一场冲撞的冒险,时光会使奶成为更好的人。 文中她写下自己感情与婚姻看法,一句应不了解而相恋,再多了解而放弃让网友心又欺欺焉。 方文林说。 从懂得恋爱开始我就渴望一个家,与她结婚,生我们两个复制娃,王子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 可是呢?不是每个男人都愿意陪奶玩这一套的。 小女生初次恋爱的美梦很快就被打碎,而且一次更甚一次地被击垮。 当年方文林因与关华贝女儿离婚,她也在文中道尽自己的心情。 看尽爱情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,也许不再相信爱了,当然也不再掏心掏肺多付出,可说也怪了。 怎么我们女人不在乎反倒让男人更像追尽奶套着奶?这是所谓人的一种,见骨头。 当离婚后成了担心妈妈,马上面临许多问题,孩子教育,经济压力等。 让方文林 没有气力去感到害怕,直到某天深夜,独自在家看电视,看到男主角说一声老婆,泪线瞬间溃滴,嚎啕大哭。 她感叹,为人老婆,为人母是我最初最终一直梦想渴望,之后虽然我也完成了,终究还是一位失败者。 这是她恢复单身后第一次痛哭,但想起两个宝贝女儿,她仍打起精神,也许我不再是别人的新娘,但我永远是他们的老娘。 加油!方文林,愿难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。